上代Q5已经在中国市场奋战了8年,而它的继任者全新Q5,在2016年9月的巴黎车展首发,可是一汽奥迪一点也不着急,直到这个月,全新的奥迪Q5L才有望推出。 这位大姑娘扭念了几年,终于看出来见大家了,今天就让大家好好瞧一瞧这位慢性子的姑娘,外观方面,前脸延续了国外版本的造型,还是那个圆圆滚滚的大嘴胖子,相比于现款只说是细微的调整,可以说是化了化妆,最低配车型的大灯可就上了一点神器,因为最低配车型的大灯是仙气灯,但是还好可以选装LED大灯。 车身侧面延续了上一代的造型,和上一代车型几乎看不出区别,那个好看的20寸大脚也并不是标配,50万以上的车型才会有。 以后怎么区分Q5L高低配,看脚,鞋码越大越贵,尾部同样的设计,还是少了点心意,LED的尾灯是个点睛之笔,上面的双处排气可是假的。 奥迪现在一贯的玩法,总结一下奥迪Q5L的外观设计。 小店认为这并不像一个换代车型,而是像一个改款车型。 车身的外观设计并没有太大的惊喜,只是在老款车型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细微的变化。 内饰也延续了国外版本车型的设计风格,运用了奥迪最新的内饰表现,虽然对于老款车型是个巨大的变化,但是熟悉奥迪的朋友们就会知道小编接下里要吐槽什么了。 这不还是那套设计语言,重,控8.3英寸大屏的操作方式还是反人类的。 它不支持触摸,只能通过旋钮,不敢和手写板控制,虽然熟悉了之后会很熟练,但放到现在大屏的普及率看,还是触控更方便。 动力上,奥迪Q5L搭载2.0T发动机,有低功率和高功率两个版本。 低功率版本最大马力190匹,最大扭矩320Nm,高功率版本最大马力252匹,最大扭矩370Nm,匹配7速双离合变速箱,全系标配Quattro四驱系统,车身尺寸上,长宽高4765X1893X1659mm,轴距2908毫米。 相比国外版本,轴距加长了88毫米,拿老对手相比,以目前的情况看,奥迪Q5L还是属于在身材上有优势的,但是未来在奔驰长轴版GLC推出后,Q5L的优势就不是那么明显了。 推荐购买的车型,除了最低配,因为最低配车型的配置就有点寒酸了,部分选装都不带着它一起玩,所以小编建议消费者直接跳过最低配,其余的土豪您随意。 小编,来份总结,奥迪国产的脚步太慢了,国外都玩了那么久的车,来到中国被生生拖了两年,两年对喜欢它的消费者,早都被耗光了激情,以前看Q5L还会有那么些期待,现在市场上那么多新车,再看Q5L一点动心的感觉都没有了。 小编举这样一个例子,奥迪Q5L就像iPhone8一样,虽然性能变得更强大了,但是外观还是那样没有惊喜,重要的是还迟迟不上市一直吊着你。 另一边市场呢,又在不断的推出,像Apple 5DX和Level X这样又潮又酷的踢管选手,所以市场留给它的机会并不多。 回到汽车,分析一下现在的市场,传统的老对头奔驰GLC凭借出生早的优势,在市场表现中遥遥领先,未来还会推出更有竞争力的加长版本。 宝马X三国产后,也是强有力的选手,在跟着后面还有一堆沃尔沃,陆虎和欧哥等等在内的小兄弟,市场上的对手太多。 这位慢性子的姑娘,希望你凭借着老款Q5留下的不错市场口碑继续奋战,到底是压轴出场的大腕儿还是没有戏份的龙套,就让我们期待你的表现。